那年花开 岳正元吴拼得死 终于这枪大败 周莹也知道了他自己的身世 吴家冬月因为军需案被抄家 吴卫文也病死在狱中 吴卫文早就知道军需案重查 猫头就指向吴家 所以他为了保护吴家寺院和周莹 先是和三兄弟恩断一绝 又把周莹给撵出去了 周莹回到吴家 王世军受吴卫文生前所托 把示意堂的大义交给了周莹 并转达了吴卫文生前 让周莹当吴家冬月的大张家 冬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有的只是三元解当行的习成股份 所以周莹就想和吴卫双要回股份 不想有事不干了 找来孙永泉和宝来 设计陷害周莹和王世军封建 周莹被陈唐幸得沈兴离相救 周莹回到沈家后 扮鬼下宝来招供 为自己洗伐冤屈 然后通过棉花生意 打赚一笔 吃得吴家冬月 又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 周莹知道了吴聘生前 查三元解当行的事之后 就设计利用孙永泉当众揭发 柳氏指使宝来 下毒毒死了吴聘 和陷害他的王世军攻坚 得知真相的吴卫双 愤然的一刀刺责了柳氏 然后自杀了 之后周莹用乔史妙计 劝服了四叔 二叔和四叔入股东院 周莹正式成为吴家的大当家 而这时 吴家公布了土训 被孤永梅金玉 被孤永梅的虎月阳部 脊椎的没有销入了 周莹迫不得已 已奔走迪化 在迪化认识的土豪 土耳丹 不仅将土布 销手一空 还给吴家带了很多生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